大家都知道你和美國的負責人很熟悉 其實這個關係是怎麼建立的呢? 老實說 美國人說老實說 你要和好人做朋友也要出錢 你和壞人做朋友也要出錢 這個世界什麼都要講錢的? 這個世界就這麼簡單的 我幫個籌管嘛 他被人制裁了呢? 他被人制裁了所有公司 所有個人 如果要去大陸的話 大陸說明你給錢就不要來大陸了 沒有人敢給錢 沒有人敢給錢 我去到就這麼說 我們香港人是欠你的 因為你說了幾句話 Stand with Hong Kong 而且你都做了一些制裁的事情 雖然不夠激 所以現在我就很簡單 我來攻擊你 我來代表香港人 錢真的是香港人捐的 買票啊 捐錢給他 我來謝謝你 所以我幫你籌管 那你不能refuse啊 你怎麼refuse啊 我幫你付錢 沒有代價啊 我說你做的事全部都適合香港了 適合我們口味了 而且你現在都沒有做什麼都沒用啊 你現在都在野 不是在野 所以我要責任 你用這些真心同人做朋友呢 全世界沒有做不到朋友的事來的 真實 不過有時候拿出來也要出些事情 你要留明吧 剛才你說美國公司是不敢捐錢給他的 這個問題就是sharp power 怎麼才可以解決呢 共產黨嘛 你不就繼續製作 現在美國人開始學生了嘛 你美國大陸的官員那些錢 就在那裡 同樣跟你疾 大家對對口 你搞到我的東西沒錢了 我搞到你那些大陸那些錢 充供你的樓等等 今天對著俄羅斯的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那些大卡 全部會對付中共那些權貴 一模一樣的 一路發生 只不過這次呢 普京不知為何伸了頭出來呢 被人捨下來了 應該呢 現在所有美國做的事情 是應該做給中共看的 他現在用在俄羅斯那裡 剛才我們講到 這類行為啦 我們所謂sharp power 學界講 這個問題 是不是這麼簡單解決呢 舉個例子 比如說英超或者NBA 他們都不敢得罪大陸的 怕市場沒有了 那怎麼可以讓他們放心 又敢說話 但是又不用犧牲他們的錢呢 你怎麼肯定他們呢 現在你說到實話 大陸的錢 外匯越來越少 他已經買不動人了 他已經買不夠錢買不動人了 變了呢 現在他所謂支持他的人 都越來越少 他講得服的 只有那幾個國家 那十個國家左右 我剛才說的竹心那裡 所以呢 不是問題 他們現在是很被動 捱打 現在這幫人捱打 而且呢 全世界的所謂 供粉 紛粉 不得了 所以現在呢 實在呢 實在呢 在那個所謂普世價值 自由世界 就是佔了上風了 中共只有 抵抗都不夠力了 所以我完全覺得這不是問題 你看看荷里活 他現在習近平不買他的片 不買他的片就變成敵人了 買開的突然間不買就變成敵人了 那你那幾個大幣 那那些大幣 還是不能進去大幣 華爾街也是 被習近平搞我了股市 IPO又搞我 那個什麼叫的 滴滴的那些上市 被你搞我了 爭到他入骨了 所以現在呢 現在呢 你如果說大家一起搞個基金 堆倒了習近平 大把人捐錢 大把人捐錢 我現在就是想著和美國 馬丁路德堅那個基金合作 我們第一個入務很簡單 大家合作 拉倒了習近平 大把人支持 融資一點問題都沒有 籌錢一點問題都沒有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很多人受到他傷害 那些買他的股票的那些 買他的大陸股票的那些 我都蝕到眼淡淡淡 很多網友覺得 袁巴你這麼勇行出來 其實你以前不是做開政治的 現在你去到這麼前的位置 有沒有一點點到自己都意外 是的 我做生意都很激的 我是很激情的 我分享一下怎麼激發 沒什麼我做就不做 做就博到盡 我是這樣的 我又不怕損失的 因為我風險投資 我十單有一兩單贏 我其他那些就蓋到那些輸的了 所以我不怕輸 不怕輸是特別勇的 不是個個都怕輸的 如果錢沒了怎麼辦 這個怎麼辦 我就不怕輸的 我自己看錢不是很重 講到最後 你離開了香港 這些沒有安全問題 你不在香港就沒有安全問題 之後就是那些是錢的問題 如果你不怕輸的話 不怕輸就是一種勇氣 你都不擔心他 是否冬濕你 是的 他搞我我都可以搞他的 我不是那些只捱打的人 你試試你搞我 我讓你知道你在外國有什麼 你有家 你有親人 我一樣搞你 我幾多次都搞你 我不是那些坐在那些什麼 又說說耶穌啊 我不說這些事情 一到這個地步就沒有耶穌說了 所以剛才你說 你希望今次都是一個 可不可以叫做 充險的平衡去出一環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今次有沒有一個對沖的機制 走到那麼前 香港的前景 其實還有幾多個選擇 香港人 你和共產黨都不能對沖 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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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那些朋友還會搞別的事 你覺得有什麼選項 講一下老實 議會不是策略 議會是我們最基本的事 不是策略 其它人 我會找一個compare 跟著找一個議員 制裁呢 誰制裁呢 這些是策略 這些是策略 我發現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主體 誰代表香港人 沒有那個 我發現 那個制製全體 這個那個人說他幫香港人 那樣那樣 但是香港人去了哪裡 以前我們都說香港有議會 有特首 將來那時候寄望相普算 那幫人可以代表香港 這個夢裡就沒有了 我想問你誰代表香港 你既然沒有人代表香港 你這樣很吃虧的 你什麼都沒有 其實這次烏克蘭 如果那個總統聽美國說上了一架飛機走了 就像阿富汗那樣 那就變成散散了 都一定有個代表 這個烏克蘭的那個 Solensky就是代表烏克蘭 你管他是什麼 我不是想做總統 我只是告訴你 你要有議會 要有總統將來代表香港 才會光復香港 否則就只有一個講字 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沒有一個這樣的集體 這個集體怎麼做 怎麼做 由他們的決定 未必是適合我心緒 適合人民的心緒 由他們選出來 他們決定怎麼做 好像你剛才那樣說 有沒有其他辦法 你不如不要問我 將來由這個議會 代表香港人的意見 他們覺得一定要怎麼做 那誰如果有心機說 我已經有好主意 你用我的主意 你不去選吧 你就選中議員 你在議員裏面你可以成立一個政黨 可以整班人進去的 十個二十個都可以的 就是跟外國一樣 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我的政見不重要 但是這個假重要 你沒有這個假 你永遠都回不了頭 你看看八九六四那幫人 一盆散沙 到今天互相在你指我 我指你 眼紅到不得了 他在哪裏 捐了多少錢給他 那天蓬佩奧 找了魏京生和黃丹上去 哇 其他那些民運分子 罵到他們 狗 說他為什麼沒有找他 你明白嗎 整件事就是 這麼大的中國 沒有一個組織代表中國 說就說黨 黨不代表國家 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中國是不懂得叫民主的嘛 他以為他上來 他會讓共產黨更民主 然後有些人會採用他的意見 他那幫年輕人 人家不是年輕人 老人家 他以為有人聽他說 他就成功了 他不知道這個是中國的基礎 沒有民主 沒有人權 沒有自由 沒有法治 這個才是大件事 他們不懂得在美國這個平台上見這個東西 你不見這個東西 你永遠玩國防散黨 永遠都是他贏的 他的組織多厲害 九千五百萬黨員 你是什麼 你二十個人你都搞不定 你都選不出來 你怎麼弄人 你九千萬人就頂了 你就是輸給人的 所以我現在到我這把年紀 我不是想做議員 又不是想做特首 我就要見到這個平台 我知道你們沒有這個平台 將來就死定了 你剛才說的話 有時候都會擔心 可能有些人不適合聽 比如說離開出香港的人 覺得不是時機 或者是人家家署 那你會怎麼回應呢 如果說民主 或者說議會 他說機美成熟 我老實說 永遠都不會成熟 議會天天都在吵架 有哪個議會是成熟的 你看英國的議會 美國的議會天天都吵架 什麼叫成熟 他有很多人想法成熟 就是聽他的話就是成熟 不聽他的話就是不成熟 你明白嗎 那些人不明白 議會就是一個吵架的地方來的 但是最後可以得到一個共同的compromise 形式來變成一個行動 集體的行動 議會就是這樣 永遠都不會成熟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搞 就永遠都沒有東西 沒有人代表你 那你是什麼人 你是香港人 我也是香港人 我也是香港人 那怎麼辦呢 那下一步 天天我們在這裏說 沒人聽的嘛 你再說多兩年 再有人聽 聽都已累了 那些老人家聽了 當是夜晚聽的新聞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嘛 我就不是出來做這件事的 所以你看到我 我只有一支工 就是我每天和一班觀眾 拿我的宣傳說清楚 他們支持這個平台 我就滿足了 你當我出不出名的 多多少人數看 對我來說 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最重要這個平台 搭載你不是選一次的 四年 五年 每年 每一屆要選的 要做一個憲章出來的 香港的憲章 香港應該是什麼制度 什麼主義什麼的 在那裏可以訂出來的 這樣才是有意義的嘛 不是有一個小山頭 誰出名的 由他來領導一班精英 那些精英是害死人的 我告訴你 剛才你提過 之前議會的細節 可以看回你的頻道 但是你覺得 你找到一個文匹奧等等 制裁沒什麼肉 其實為什麼見到俄羅斯可以這麼嚴厲 但是對中國就好像差很遠 那個分別在哪裡 跟著俄羅斯呢 他就跨多了一步 這個人貪心 他承認了那兩個共和國 根本那時候已經贏了 他就貪心 看到拜登這樣的款式 在阿富汗那裏又不斷放水 送那些武器給人 他想著他都不會出兵的了 而且拜登說明了 給他賤一點點 我們不會出兵的 說明了 那我不出兵 你最多的制裁是我呢 他就想著 誰想著他 誰知道他不幸運呢 碰了那個Salinsky 如果沒有那個Salinsky 不時都沒有 他就贏了 這次他就贏了 碰了那個Salinsky 給他四頂 撐到這位就糟糕了 剛才你有聽聽 人們以為他拿了Dumbass就算了 我說得很實實 但這次他什麼都失敗 現在他都不知道有多糟糕 我跟你說一下 說回兩句那個所謂的戰爭 因為我俄羅斯有公司 我經常去 個個都說俄羅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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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輸散 為什麼沒有人提那個烏卡蘭的兵 沒有人提過 還有沒有人提過一張 有沒有人提過一張 那張上面 這個就是關鍵 這次成敗 俄羅斯當然是很差 差到離譜 潰不成軍 但是成功 你那邊打過你不會的 三十萬 有三十萬軍隊 十個人一隊 他就取消了營啊 連啊 全部一排 我們已經叫排長了 十個人多了 十個人就夠了 不用多的 背著他最先進的武器 攜帶方面的那些 而且呢 通訊一流的 他們之間全部都 三十萬人除十啊 有三萬隊人啊 你怎麼打 三萬隊人啊 我今天就出圍棋啊 你看 你懂得出圍棋啊 我有三萬隻黑子 你那些白子呢 就是一塊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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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這盤棋你不輸定 三萬隊啊 而且他呢 那些人都肚子餓都回家吃飯的啊 他不需要糧草供應什麼都沒有啊 那麼他就在家裡分研究 他們就來和你搞了 不計那些人民啊 只是計那些兵啊 真是有著武器 你美國最先進的通訊和武器 那你三萬人啊 現在有些KO啊 我就提名了 又說什麼 前線 沒有前線啊 他根本在俄羅斯的人 軍隊當中他都在裡面 沒有前線的 又說左翼右翼 沒翼的 他整個烏克蘭三萬隊人啊 你說是不是全部都躲起來 那這場戰爭 你打 他要直接趕你走 你以為Dombas 他讓了普京就希望拿回Dombas 以為Cremia已經拿了 那算不算 你看著 現在他們升決賽 我講講Selensky 基本把你趕走為止 你不走嘛 全軍覆沒了 還有抓了你那天 覆蓋著你投降 彭坦爹的最後的結果 就不是一個說 譚佩 他也懶得跟你談 他專門用一招的東西 譚佩了什麼結果 我叫人民決定 人民哪會決定這些東西啊 人民一串地都不會放的嘛 所以根本就不能譚佩 譚佩也不是關的 他打到他 關門打狗 打到他 打到他投降為止 因為這件事 阿拉伯已經玩完了 這個就最初想請教袁巴的元氣 因為就訪問過Derek 他有預測怎樣去修科的 跟剛才你說的都幾不同 是不是不同啊 我不知道 我也聽到跟你說的 不過他是溫和派來的 我兒子 我兒子溫和 剛才你說的那個是戰場上 但是外交形勢可以怎樣終結呢 如果你覺得俄羅斯是輸的 那之後會怎樣 現在美國就逼 美國逼他們 Selinski快快簽個東西 那他們就可以收工了嘛 而且和平了嘛 但是Selinski 真的不趕走最後一個俄羅斯兵 他就不會放手的 他現在贏了 又有錢又有武器 又有士氣 又有全世界支持他 所以美國就很尷尬 在逼他就算了 算了 或者給他什麼就算了 是吧 他不用 所以這件事情又可以 有排拖 有排拖 好事啊 就是要教訓 拖死俄羅斯 那變成俄羅斯的經濟 當然是拖死了 拖死了 他當然是抓去中共那邊 美國也有一點擔心 俄羅斯抓去中共那邊 因為俄羅斯的資源和能源 如果中共可以控制得到 這件事情呢 就幫中共幫得很厲害 但是兩體 兩體 你說是給了中共 但是也是拖著中共 它又要錢的 你買東西也要錢 所以又是拖著它 那這個 有很多人就說 不想俄羅斯和中共 還走在一邊 但是我的看法就不是一樣 我說自然他們會合理 一天 一天習近平不下場 他自然是走在一邊的 這件事情一定要發生 但是俄羅斯已經是沒有那種威力 沒有那種威力 實際就是對付都是對付中共 說來講去 不管它走在一起 對付最後都是要對付中共 如果要世界大平 我現在 這次普京 有一件事你們要記住 當日如果 如果希特拉有核武器 他會不會自殺呢 如果日本有核武器 他會不會投降呢 我就說不會 我問了很多人 今天 中共有核武器 俄羅斯有核武器 你說他會不會投降 我就說沒有 最後他都會威脅 用核武器 用不用就不知道 但是他會威脅 兩個都會威脅 中共和俄羅斯要威脅 一威脅就威脅 用化學 還有用核武器 跟著呢 習近平會配合武器 同樣說 以為這個 說出來 別人會談判 我就說西方就不是這樣 當你影響到它安全的話 它就會打 美國不是很害怕的 美國有西洋 太平洋 就算你用核武器 你要時間 你在時間那裡 它是可以 撐得兩下 可以拖 當然呢 整個亞洲和歐洲 就比較危險 但是美國如果真的要 你和你打他就打他 時間的最後一個問題 都是有關的 你覺得最後 對台灣來說 是安全了 還是危險了 整個福西 台灣安全了 一天習近平在那裡 都是危險的 他沒有辦法的 他逼到埋伸 他最後是要突出兵的 你想想 他實際上 他的性責 根本 他是抄普京 普京是他很尊重的 那普京又是最後 他會打烏克蘭 那為什麼習近平不打台灣呢 如果他打他就打 那死人 他不怕死人 你怕死人 他不怕死人 因為有一些 都是學費來的 他耍一盆推現 就覺得 香港都會成為 一個攻打台灣的軍事基地 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危機都會出現呢 不需要香港 就是他不怕犧牲 他什麼都不怕犧牲 就是共產黨有一樣 你都聽過了 他說不見了半邊 半邊江山 死了一半人 死了一半人 都沒有所謂 那你死了一兩個人 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他這個夢想很大的 普京的夢想 和習近平的夢想很大 那你要犧牲的人 有什麼大不了的 就算犧牲幾千萬人 一個台灣香港 再加上沿海那裡 他願意付出的 不一樣我和你 明白嗎 我們死了一兩個人 就很心痛 他不是他死了幾千萬人 他覺得 我為了完成我的夢想 我要付出這樣的代價 沒有問題 他是這樣的心 明白 最後一句 有些私人問題 你覺得 你今生 有沒有機會回去香港 一個你生活中最愛的香港 有 短期 不用三年 不用三年 我和你在香港見 你明白嗎 是 好 這個是最好的結束 就是 你